到底到了这个东海商圈 巧遇所谓的学生 来开赞他的私立大学的补助学杂费的政策 到底是不是say好的呢 当时其实在赖清德的后面 还有一个人不断的做一些手势 现在还被抓包说 这个人其实根本就是赖清德竞选总部发言人 陈世凯的前助理 就是议员曾威 因此也引发各界质疑 这根本就是自导自演 选前不但大撒币 而且现在还say了这个画面 难道所谓的这个赖神 已经变成赖导了吗 在今天的国会大现场 有更多的内容 接下来要把时间连线给记者李嘉宇 要带我们详细来掌握一下 带您快来看 好 各位接近我们来聊 我今天赖清德赖神的人设 是不是变成赖导演了 今天我们要请国民党的立委赖世保 是大早安 是 早安 我们今天要聊赖清德 他的人设真的是非常好吗 赖神赖神 但是现在大家发现 他这一次在东海商界 遇到了这个大学学生会的会长 那他怎么做呢 他大赞他的思想补助方法 说终于不用打工了 但是很奇怪 这名学生他刚刚好 就是赖清德发言人 就是办公室的人的助理 那这很奇怪 这到底是不是say好的 赖清德过去这些人设 不管是思想补助 选前大撒币还是如何 为什么让人民觉得说有点假 太假了啦 这看起来就是事先布置好的 事先找这个学生 他导演 这时候想起 那清德三次疫情不是在高铁上面 救一个人吗 他都后 奇怪呢 这种机率这么低 这是事先呢 事先安排好的 我都认为是这样子 他这个学生怎么会这么刚好 他这个学生又是他发言人的助理 清楚看得到嘛 事先就已经排好的 所以他就到地 从这个赖副总统 暂时坚持成为赖桃源 这个有需要这个样子吗 对自己这么没有信心 一定要这样子 等于是在炒热这个话题 因为他年轻的选票太少 所以他一定要把这个 所谓事先的补助 要让大家有感 让有感通过媒体 然后你看 他这个讲完之后 绿媒就一片歌功颂德啊 他就是要整个铺天盖地 一条龙啊 就一条龙都服务 是 而且赖清德赖神的人设 其实蛮稳固的 不只是说他过去 一直就巧遇到各种人 那这个巧遇到底是民进党说好的 尤其是这个思考补助 为什么这七年来 民进党执政都不做 马上选前要做 不是撒币是什么 当然是撒币啊 这个如果是真的很需要做 七年前就该做了 那这七年来都没有做 为什么现在才做 为什么现在才做 这是一个问题 这么大的问题 我觉得他有必要跟人家讲 那就代表过去错了 而且很重要的 其实政府这个撒币啊 非常坏的一个示范 他就是什么 他不守法 财报啊 38条之一 讲很清楚 增加支出 你要讲钱从什么地方来 他没有讲啊 他可以画个大饼 说未来税收增加 或者什么的 好歹你讲一下吧 没有讲啊 就这样子撒下去 租金撒下去 什么撒下去 一直撒币啊 我们现在看已经撒了好几百亿了 他这个钱怎么来 他没有交代怎么来 是 而且我们想问是 为什么赖青岛他年轻选票 一直在调 而且很奇怪 民进党过去不是年轻选票 最稳固吗 现在一直在调 显示说赖岛被揭发了吗 再来就是 喉咙怡对比他 好像真了很多 是 喉咙怡比较真了 这个年头就被人说 真的民调上不来 假的民调就很高 就鼓励大家作假 其实啊 借这个机会啊 中年新文台多讲讲 让大家知道说 真的我们要辞职 假的要脱气 谢谢 好 杰森委员 感谢感谢 好 选民各自有自己的选票 能够决定神圣的关键一票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 到底是要投导演呢 还是投真的会做事的人 因为现在赖青德呢 不断的人设大翻车 这一次赖神人设 变成赖导演 怎么说呢 在东海商圈 刚好遇到学生会的会长 还大自然说 私校补助做得好 哇 这个人设 真的是大家会觉得说 哇 真的好棒 每一次都可以遇到 这么刚好的事情 又刚好符合这个 他政策所需要 民进党的选前大撒币 大家看不腻吗 青年执政下来 高教的生活 高教的补助 民进党关心吗 而是在选前 马上跑出了这大撒币 大家会觉得 赖神真的不能叫赖神了 要叫赖导 以上是我们找到惊喜行 想要镜头 再来换你